嘿,家人们,这里是娱乐视榜南春版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任嘉伦 昨天任嘉伦发布说 任嘉伦对五大镜说 你做到了 昨日是短道速滑队的比赛收官 任嘉伦发文对五大镜说 比超越对手更难的是超越自己 你做到了 你已经赢了自己 其实任嘉伦跟五大镜 同为奥运宝洁和旗下Onlay的品牌单言人 除此之外 身为曾经的运动员的任嘉伦 说出了 比超越对手更难的是超越自己 是发自内心的感言 他之前也一直对奥运速滑的项目 十分的感兴趣 甚至有家人们称 失踪人口任嘉伦出现了 任嘉伦终于发微博了 虽然貌似是一种广告类型的博文 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 这条博文是关于五大镜和保洁公司的 是保洁搞的品牌活动 五大镜是品牌的大使哦 然而咱们的任嘉伦呢 他特意的为五大镜加油打磕哦 全文是这样的 比超越对手难的是超越自己 at了五大镜 你做到了漂亮 不只是站在领奖台上 这四年经历了这么多 能够再次上场全力拼搏 你就已经赢了自己 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中坚守热爱 五具前行 其实呢 那在小编看来呢 任嘉伦说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中坚守热爱 任嘉伦对五大镜说 做到了 任嘉伦发文称 比超越对手更难的是超越自己 五大镜你做到了 能够再次在上场上全力拼搏 你已经赢到了自己 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 加油 希望下届的冬奥会赛场上还能看到你 任嘉伦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中坚守热爱 那么对于任嘉伦的这则国超文集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彪 那么下期再见了 拜拜